任何一个人对职业的选择和向往 肯定是出于一种热爱 是一种本能 它给了我心灵上的自由 任何事物它变成一个图像的时候 实际上它已经远离了这个事物的本质 首先这里边带有拍照者的态度 变成了一个审美对象 那么它在通过媒体 在通过权力 一系列的过滤之后 其实它离真相还有多远 如何被评价或者如何被看待 我觉得是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说不重要 其实对艺术品的解读 本来就是很个人化的范畴 只要遵循我自己的内心 我对社会的理解 我对生命的理解 只向我的内心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在德萨北京这个个展 就是探针这件作品 其实我探讨的是一个概念 是关于图像的一个概念 通过一张照片 在画廊的窗户向外拍的一张风景 然后把它转换移植到室内 一个600多平方米的一个空间里边 其实这个图像无限地放大以后 你就会发现像素就呈现出来了 它都是由一个一个的放格子构成的 已经感受不到任何具体的内容了 实际上你感觉到的 只是一个抽象的形式 观众来参观这个作品的时候 它是进入了这个作品 它是在这个场域里边去体会 去感受这个作品 其实这个里边我就是想通过一个对图像的一个放大和速度的一个画面 就强迫观众去徘徊在我所建构的视觉语言和图像的主题之间 那么这个系列实际上正好跟我以前所拍摄的 比如说乌托邦系列 就是一些建筑 甚至包括朝鲜这些作品 实际上它在视觉上正好走向了一个相反的极端 在之前拍摄的那些作品 它是你离作品越近的时候 实际上你越能够感受到作品更多的细节 那么这个系列它正好相反 你离作品越近的时候 其实你越感受不到任何东西 实际上就是越来越抽象 探讨的是一种观看方式 任何事物都是这样的 我认为 就是说你的观看方式不同 那么你可能以介入这个问题的角度会不同 你会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会有所不同 实际上这个舞蹈表演 整个在里边探讨的是另外的一个主题 就是说人和空间的关系 人和这个图像的关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关于图像这个概念 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 这里边有无限的可能 有无限的空间 对于我来说 这只是一个刚刚开始 当未来和历史来看待我的作品的时候 我希望我作品传达出来的是 我对一个时代的思考 和我对现实社会的一种态度 我也希望我的作品能够在艺术史的逻辑和线索中 由我个人在语言上的创造和贡献 这是我始终在努力和追求的目标